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連續兩集的兜兜風吹吹水 我們今集就沒有怎樣兜風 我們只是站在觀頭馬頭吹水 都是今集有Mr.T跟大家分享一下 折檔怎樣去影響整個的士行業的生態 還有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士司機在這裡 都是完全因為可能有機會 在折檔的運作令到他們找不到吃 所以他們的樣子很難搞 是否這樣呢 我們今集繼續去探討這件事 我在這裡還想反映一下我自己的經驗 其實越來越做到有很多年輕人 有時叫了迪士 叫了又裸折又公主病 有很多要求 加上雙程隧道費等等 如果這些呢 我一會兒再說 其實這也是你問有沒有違法的問題 因為我都很堅持 有時他們要單 又要裸折 我說不要緊 我查了證價 因為我違法你有汙車牌 我實收你多少折了 我就寫下去 慎防我有什麼違法的風險 有些好像跟一個貨主簽約的公司 我跟他爭了很久 他就去投訴 說我不給他折 他說那間公司跟那個貨主已經是長期合作 一定要拿單去報稅 而現金就要收到折 我說不太合情理 他就投訴我 然後又說停你 沒得玩 不侵我玩 即是你不侵我玩也不要緊 我大調戲不順 為何這些折黨是一個非法的組織 但你還可以有這麼大的權力 令到你在的士行裡 有一部份你不可以玩 如果再傳出去 可能別人知道 又不可以玩 即是有很多這些情況 甚至乎你剛才所說的 走紅水 打西水 這個曾經在報章上 都有一個被人捉過的 那個司機都牽連在內 就是說他串謀詐騙 因為他判公司錢 都有的 因為他們從很多途徑發現的公司報警 這個公司報警就是捉了 但現在經常有這些事發生 為何捉過一次之後 但是沒有下來沒有事 你根本有沒有做事 你這個運輸處 是吧 那我想說 有一些仍然還是存在 我就說 都是拿去Camp公司的錢 收就收到八折 就拿回房間參加 還有單程隧道費 就變成雙程隧道費 是的 有很多這些 變得錢落了自己的袋 是的 那有些公司也是利用 因為是這樣 打一大條數 變得士的消費 那些公司由100元變成104元 甚至更多 那些公司便把這條數 折入報稅的延期 變得減輕了付稅的比例 是的 我想這應該是違法的 是 譬如 再說 一個叫做 我們的士都是專業的 就是一個叫做專利 其實專利 剛才所說 人、客人 可以主動跟你講價 而又不違法 我又覺得有些矛盾 因為的士例最簡單 有一個叫做按錶收費 你不按錶收費 就是違法 是 那已經是很大的矛盾 如果你是容許這樣 那你乘客 明明100元 你提到70元 或者50元 有些司機 或者頂市場 或者是 你變成沒有標準 這樣都說 是沒有違法的 是 你是我的朋友 我免費載了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 你說 乘客主動說 要那個價錢 你應不應承 那不如你沒有的士例 你沒有那個 不按錶收費的問題 以及公平競爭委員會 是不是都應該介入 我曾經問過 這樣算不算 因為你有例子 如果你這樣都說合法 你公平競爭委員會 應該要介入 因為這是專利的行業 你有規有矩 我不知道 我說得對不對 你是怎樣看法 很多的為了規 政府都不問不問 其實長此下的士業界 都會比較負難 是 找網友車牌 然後 的總那裏 就找些人出來 幾千個 就好像 中年賣 一男子 給錢 出來做一下 的士都放在這裏 空椅 是不是 其實 你說 阻不阻止到 我也不知道 因為很多事情 都是跟牌主掛勾的 政府 是 保不保障 究竟發不發 我們都知道有幾個人 跟政府關係特別密切 就是競爭牌主 譚偉、朱毅 其中之一 是 當如果真是 真是被網友牌 或者被UBA 發化 這樣就很大影響 對他們的牌價 是 所以我都成了一個疑問 會不會 真的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 所以 我最後一個問題 想問 Mr.T 現在你奉公守法的 就是的士司機 怎樣投身呢 即是你們都要交車租 入戲 各方面的事情 那怎樣擴充抗衡折檔呢 其實他們是沒有辦法擴充抗衡 是叫做 玩五行 即是 照行照做 的士司機其實是有技巧的 技巧經驗就是 他們知道誰叫龍頭位 平時有些客人出來 他們就會放在那裏 可能有車牌隊 你看到那些不是的士站 大廈叫龍頭位 好了 我想說 他們都是憑這個機 這樣賺食的 當然 比以前 你說想撞些好奇就難了 但是現在的事態 看到他們都一直排 好奇的那些 你看到外面外圍 有些人站在那裏 都是按apps的 都是叫做好的 都是坐了那些折胱車 明明以前可能 沒有那麼多人叫車的 可能他等10分鐘左右就到 但現在有一輛折胱車 他們叫了車 相反來說 可能20分鐘都走不了 30分鐘都走不了 這是這個意思 這也是一個情況 奇怪 我在外面有用apps 但我沒有給他們折頭 他們怎樣賺錢呢 其實是這樣 他們都是照樣派的 我有一些apps是沒有給折頭的 其實他們不是賺你們的錢 最終我都說 他要付錢那邊去接order 是不是 他不是這樣來接 其實是牌主利益 他想壟斷市場的客人 全部歸納我這間公司便好 我有10個打理人 換句話說 他那些車旗下 一定要安裝了apps 沒錯 變成他們可以優先時間 對 他們是擁有客人 我那些兄弟 全部找到食物 便會幫他們租車 我那些車一定租到 最主要是說租車 你找不到食物 便想自然淘汰 要是自然淘汰 要是跪了群客 你過來幫忙 還是我們一份 很多我見過 哭著的 剛剛入行的年輕人 當然不是問我 問我的朋友 有些是比較折擋的 即是比較久的 人家經濟上可以賺錢 他拿了整輛車 叫特耕 為了想賺錢 但根本他跑不到數 他因為沒有加入折擋 甚至是很難做 今天請教他折擋 折擋讓他加入 慢慢教他做 其實就等於一個 變成一個組織 你跟著我 我就會教他賺錢 慢慢去收納他為兵 將來的士 你不能說不賣堆 你不賣堆 便要踩久一點 我踩9個小時 你便要踩12個小時 拼命做 其實Mr.T也想問一個問題 如果他們有個檔 可以當是丐幫 丐幫也有規矩 其實他們自己有沒有訂立一些規例 我旗下的 或者拜到我石榴群下的門身 大家都有一個規矩 你一定要怎樣服務態度 什麼時候要應機 其實某程度上 如果他這樣走 都是改善了整個制度的 即使司機的質素 你講的這個問題也不錯 有時候有些人說 其實有一部份即使司機都很禮貌 是真的 那班可能是折黨那班 是 因為過戰過後 就是受黨的影響 黨就是要你 你會覺得 咦?這樣便是好事 是吧? 其實他都是 你說是好事都可以 即是改善了那個 因為他要賺錢 不可以得罪客 得罪客 那些貨主會會停止各樣各樣 你說是好處都可以 但我覺得 是否這樣 變成不加折黨那些入面 就是一些壞民主 或者一些沒有禮貌 我就不敢加以評論 不過有一件事大家要心照 就是當某一部份的人的勢力龐大 那時候 它會影響市場 也是影響原本運作方面的事情 這個未必是 是一開始政府發牌出來的原意 他未必會想到的 我相信 為何會假手於人 如果要整頓一個行業裡的禮貌 或者是一個應該的態度 應該是政府做的 政府是一個 法定的士禮的地方 對嗎 為何讓他們自己去 即是的士業界 他們自己去做一個 這樣的黨 以及有地下組織 地下秩序 這樣 變成不太公道了 因為裡面有很多內鬥都有 沒有的 因為你都知道 我又不敢再去評價這麼多 他們那些 始終他們都是為了 互相拿最多的客人 每一條街都是 拿最多的客人 給多些利益 譬如最後 我還想說一些 如果你是一個奉公搜發司機 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我帶出來 你們最容易明白的 譬如去機場 機場你折黨 進去做一套內匯 三百元一程 我當你折了 其實折了可能二百多元 你來匯就變成差不多五百元 這個大概是保守估計 有些是不止的 好了 你代了一個幾百元 你可能這個機場來匯 都是做了一個半小時 可能一個半小時 都做了五百元 我是一個奉公搜發司機 我很幸運 我在九龍尖丹仔 再撿到機場 二百二百七十元左右 二百五十多元 看看有沒有行李 或是喬廢 要收到二百七元左右 但它不能馬上出來 在那裡排隊 嘩 不知道排多久 是 一個小時基本 但當然我不可以這麼無短 甚至乎是兩三個小時都排隊 還有像上次那樣 撞到一個遊客上去 兜回去東涌 撞到死了 是的 是的 所以 它其實搞一轉機場 它要排出來 可能甚至乎一個半小時 是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又有 為何它們要排 焗死氣 即是焗死死氣 即是空車出來 不是 有些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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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走下去 看看哪裏有甚麼接到客人 我現在想帶出一個問題 為何那些客人 搭飛機回來 找接檔 接檔那些又不收行李費 過海 單淨隧道費 行李費又不收 有很多好處 因為你一定是長途 你機場出去 起碼優惠幾十元 那就變了 變相它們馬上離開 它便換取了這件事 剝削了那些奉公十多 在排隊的司機 排到百多二百架 在輪 你便用一個不公平的手段 去這樣拿走 說真的 可能不用排 我比喻 如果沒有接檔 在那裏輪候的司機 那些客人 每個都要坐的士 排隊這樣坐 可能他們不用排一個小時 只要排一個小時 可能排了半小時便完成 就去了 每個都奉公十八 這樣做 如果政府真的覺得 接檔他們不會理會 或者覺得他們幫到市民 因為市民有好處 沒有人會發聲 不如直接減價 打擊折黨之後 因為他們怕打擊折黨之後 少了人坐的士 又會影響他們 那段時間是哪裏 我相信跌也不會多 你只是說影響了少了人坐的士 根本我覺得未必會少很多 但相對地 你真的覺得不如減價 你這個理據也是有點錯的 越加價 就越益折黨 沒錯 沒錯 對 多人像現在老鳳一樣 合法的 叫折黨 所以我都希望透過這個節目 多些去宣傳出去 以及多些拿法律意見 有沒有機會 做回一個很公平的制度 的士業界 你一旦有了公平 以及嚴格執行的細節 就是什麼細節呢 譬如蓋旗 蓋旗一定是壞事 因為或者真的要收工交更 是吧 但是細節可以再制定 再細節去制定 嚴格去放射 去做一些行動 或者拍一些宣傳短片 政府 因為很多折黨的承探 拿著數 可能是十多元 十多二十元 如果政府肯做一個宣傳短片 教育他們 你不要為了十多元 而去違法 假設是違法的時候 可能他們覺得 市民沒有違法 是的 我知道 但市民可能是因為 還有折黨之後 令其他人受到的士怒氣 是的 其實這就是負面 顯身出來的問題 如果在一些宣傳短片 教育到市民 有時候就是 他們目前為了十多二十元 或者三十元的表面電載利益 乘便宜了的士 而摧毀政府的制度 是的 那是不值得的 希望可以想多些辦法 想多些辦法 如何將業界做回現場 多謝貴台 希望多些人去知道 多謝T資深 物刀相助 告訴大家 運作會是怎樣的 今天多謝你的時間 連續兩集幫你講 這麼多關於折黨和即使行業的生態 其實我也是想說回正面的事情 真的有很多客人是不知道的 我也是想說很多真相 我們看到的事情 是他們了解多些 當然人們都是貪心的 都是會貪念的 便宜的為何不叫 有些人很有錢的都是會叫的 是這樣的 錢不會厭少的 是的 還有他要面子問題 有些朋友都會說 你有錢而已 你不叫又好像虧底 就是這樣而已 OK 希望藉此我可以傳遞到訊息出去 讓人知道真正的運作 謝謝T先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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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